Hello 老师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Lucy 不知道最近你们有没有在看 令人心动的Alfred 2 它是一档职场真人秀节目 是在这个星期刚刚完结的 最后确定的三位实习生人选是 李晶夜 詹秋怡 还有王霄 那么我是一夜之秋的CP粉 我觉得李晶夜就是我的理想型 真的是又帅又有才学 又温文尔雅的那种男生 然后我觉得我和王霄 我们霄姐的经历好多是重合的 所以我看到她的这个转变 就非常的感同身受 那虽然它是一档在律所里面 拍的综艺节目 但是在其他的各行各业 我们都能找到跟她相通的那个点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想通过我一个老师的角度 去跟各位老师们去分享一下 这档节目带给我的十点职场启示 那么我在职场大实话这期视频当中呢 也分享了非常多好的老师的职场意见 欢迎你去点击观看哦 开始之前我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的十位实习生 第一位是李晶夜 他的专业技能绝对是港港的 虽然不是擅长一些对抗性的场合 但是飞速做的是不错的 然后是詹秋仪一开始时候非常的晒 像小猫一样慢热的那种女生 但是后来就是社会我詹姐 把所有的聪明材质全都发挥了出来 然后是王霄 一开始叫做弗尔赛王子 他会带斯坦福的吊牌 然后斯坦福的杯子 就是一个标签 跟那个曹主任谈了话之后 他撕掉了这些标签 完全的就是大放异彩 然后是朱一轩 那么朱一轩呢 就是一个很古灵精怪的女生 她是95后 所以步入职场之后 她的有些行为是很我行我素的 就非常追求自我 但是她也在这个场合当中 有了很多的磨练 王颖飞 我觉得她真的是很洒 长得又很漂亮 是一个很好的teammate 你会很想跟她一起合作 刘玉成说是法学功底 非常的深厚 然后虽然跟王霄在一起 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但是最后看到两个兄弟 又可以开玩笑 心里面还是挺暖的 曲泽玉是王颖飞的搭档 我觉得曲泽玉是很内敛的那种男生 虽然在这种场合 还是表现出来不自信啊 晒啊 但是她的发展空间就真的很大 然后丁辉 真的是我的白月光 我的天 因为她是被就是顶替的 所以总是对她有一些不甘 叫被水灰嘛 但我觉得她真的是非常有勇气 因为我和她应该是同龄人 我完全理解那种半路出家的感觉 就是你专业技能比不上别人 你年龄又比别人大 何敏哲 我觉得她也很古灵精怪 甚至我觉得她跟朱一轩是 很好的搭档 性情很相投 不过最近也爆出来 她的这个履历造假 最后一个是赵南希 我非常喜欢听她讲话 就是那种不急不慢 威威到来的感觉 我觉得如果她一开始 就加入到这八个人当中的话 可能更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吧 接下来我想跟老师们分享一下 我从这个节目当中 学习到的十点职场启示 首先是不论你在任何一个行业 你在这个行业立足的根本 绝对是你的专业技能 那从这个节目当中 你就看到每一个人的专业技能 它的背景都是非常强的 它有非常深厚的法学功底 才能让他们在每一个case 不管你给我什么样的难题 我都能够游刃有余 我觉得对于老师也是这个样子 很多时候我们教了几年书之后 觉得自己的专业技能已经很好了 孩子都懂了 但是我们很难去寻求那个突破 所以呢多看多说 多让别人来听你的课提意见 这个就是很宝贵的一个过程 所谓的后继勃发 像这个里面我提到的李敬业 还有刘玉成 都是那种专业功底很扎实的人 所以他不论是引用法条 还是做presentation 都不会让人挑出太大的漏洞 当你在一个专业的领域 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加持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会非常非常的有力量 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勇于尝试 你才会发现自己的潜力无穷大 比如说刘玉成 他一开始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让他说一段英文 他就说我的英文不好 他连说的那个勇气都没有 但是在倒数第二期的时候 有一个QF的案子 就是让他用英文去跟客户做汇报 同样还要准备大量的英文资料 我都觉得这个能完成吗 刘玉成一开始也不相信他能完成 但是我们都不得不说他最后的结果还是很好的 而且我觉得他英文说的很棒啊 一点口音都没有 超厉害的 所以他自己说可能我比我自己想的要好很多 对于我们老师而言 我觉得勇于尝试也是极为重要的 只有我们选择相信我们的学生 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预期 我们才会勇于去尝试和创造 那么第三个启示呢 就是你越是着急 越是情绪化 你就绝对越是处理不好事情 举那个刘玉成和王霄第一次合作的时候 那个谈判 两个人明显就是内部都没有达成一致 两个人开始互掐 所以就显得非常的不专业 但是反观赵南希在处理那个房子的那个case的时候 他就跟这个女房东非常的耐心的听他去讲 去诉苦 去说他们的难处 就是往往这种很慢些来的情况下 那个处理事情的效果就会好很多很多 那么老师们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 就是当我们很着急的把一个知识教会的时候 往往就是你教的也稀里糊涂的 孩子学的也乱七八糟的 尤其是数学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在教学的时候 我就尽量告诉自己一定要慢下来 每一个知识点都要细细的仔细的去讲 哪怕没有讲完我第二天再接就可以 这节课也不至于废了 所以我从赵南希身上学到就是那种慢的力量 那种细水长流的力量 遇见事情一定不要着急 遇到孩子不会也不要去就是发脾气 有耐心一点 往往我们的教学质量就会更好 第四点呢我是在我詹姐詹秋仪身上学习到的 就是慢热 内向或者reserved 它不等于不优秀 虽然在各行各业我们会比较喜欢那种稍微外放一点的人 喜欢跟大家搜手 跟大家打成一片 当然也很好 但是内向的人往往有他们的独到之处 詹秋仪一开始的时候像小猫一样生怕自己犯任何的错误 但是后来他就完全发挥了自己的智慧 那这种慢热我们是要给他足够的时间去适应的 他才能够发挥自己足够的潜力 我忘记是谁在最后的那个数值报告当中说 我害怕犯错误 是我犯的很大的一个错误 对待孩子也是这样的 那有些孩子他就是很慢 他一开始就是不愿意说话 也不愿意去跟小朋友玩 这个时候我们老师要有足够的耐心 还有在学习上面的帮助 他们才可以成为像最后詹秋仪那个样子 可以很自信的在这个领域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 那我相信我们的孩子也一定是有这样的潜力的 第五点呢是通过这个节目 我真的看到了teamwork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们擅长的和不擅长的东西 老师一样学生一样 各行各业每个人都一样 所以我们才需要一个partner 需要一个伙伴来协助我们 好的团队合作像詹秋仪和李晶夜这样 他们在不断的打磨过程当中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默契 可能一个眼神 对方就知道是什么意思 相信不论是在家庭生活当中 还是在职场当中 都是很受益的 就是你要知道如何给别人当绿叶 或者是帮助他们更好的进步 那对于我们大人来说 可能我要去跟别的老师去合作的时候 我也会去想说 我能如何帮助我们两个人共同进步 而不是我想show off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就这种在团队和协作当中的很多的技巧 是需要练习的 那对于我们孩子来说 我们也要有就是意识的去锻炼他们的合作能力 因为我真的看到了当他们走上这个社会的时候 这个有多重要 在我最近读的一本书 成为Machel Obama 那个书里面 也有提到过 他们的妈妈没有想我在培养一个小孩 而我是在培养未来的大人 那这句话呢也送给我们老师们 那么第六点想说的呢 就是扬长避短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我记得是史律和李敬业说的 就是虽然你不擅长诉讼对抗类的场合 但是你现在去扬长避短 避开你不擅长的做的事情太早了 他举了那个王昭律师的例子 他就是什么地方我都做得很好 无限权益合伙人就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最后说 那你选一个你想做什么 那他就可以随便选 他的选择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大 那尤其对于年轻的老师来说 我们就更应该去勇于尝试 而不是选择扬长避短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做 第一年级老师的原因 因为你就是全科教学 什么都得会 虽然学习内容很简单 但是你想把它交有趣 把东西印到这些小小的孩子里的心理和脑子里 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更加欣赏刘玉成的态度 我不擅长这个东西 所以我才要去尝试 我到底要看一看 我行还是不行 当你突破了那个点的时候 你真的会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 那在我们的日常教学当中 我也期待老师们可以去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虽然这个活动你第一次做不好 但是第二次你去反思一下 把它变得更好 而不是说 哎呀我不擅长做这个 所以我就下次就不要做这个活动了 那往往我们就会失去的更多 第七点呢 我是从朱一轩小朋友身上学习到的 就是在保证不给别人添麻烦 没有冒犯到别人的情况下 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和性格 那一开始朱一轩讲话就总是让人感觉 他不动脑子 而且那种我跟你很熟吗 我觉得这个也很像我 我觉得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是这样 就是人来风 有时候自己高兴了 可能有点也不是口不择言 就不会觉得自己冒犯到了别人 那对我的一点职场启示就是 当我进入到一个不熟悉的环境 我会去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 而不是急于发表我自己的看法或者观点 那么同时呢 如果我没有给别人添麻烦 我很喜欢我的这个风格 我也可以去保持 我很喜欢西林那一高在节目当中说的 就如果你是一个没有棱角的人 你就是一个球 你就会被滚来滚去 没有任何的方向感 我们老师保持一个教学的风格和独特性 也是很有必要的 第八点想说的呢 是诚实在各行各业都是一个非常可贵的品质 这个诚实不仅仅是你要说真话 对别人说真话 你也要对你自己诚实 举何敏哲这个例子 我一开始听到时候蛮震惊的 我在小红书上刷 何敏哲履历造假 他也很聪明很机灵 但是他考上了清华大学 为什么就要在普华永道这段经历上面造假 他意义在哪 是什么契机让他去这样做的 可能我会想不明白吧 但是我相信他在二十岁犯了这个错误 他是有机会去改正和弥补的 尽管代价非常非常的高 何敏哲在节目当中 也是有他很优秀的地方 他和朱一轩去处理那个诈骗案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男生是有脑子的 他不光是个秀 所以即便是聪明的人 不代表他在诚实的这个道德品质上 就也是优秀的 尤其在美国 我觉得这是一个信用体制极其严苛的国家 你在一个地方犯了事 他连着你的MSN所有的地方就全都知道了 所以千万不要再诚信信用 或者是诚实这个品质上有任何的造假 你绝对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 那这一点呢也要从小小孩就开始去培养 那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我说你自己的答案它就属于你自己 你不会也没有关系 因为老师可以去帮你 但是你不要去看其他小朋友的 因为那是他们的东西 否则的话你就是在偷别人的东西 这个是不好的 所以在教学的方方面面 我也会去强调小朋友对自己诚实的这个品质 第九个我来说一说我 肖哥肖姐王肖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欣赏他的 我觉得他能考上斯坦福 已经证明了他的成绩不俗 并且他的能力也是非常出众的 那王肖的真意在于他是凡尔赛王子 带那个斯坦福的吊牌 用杯子啊什么 可能这个行为在美国没什么 我们当时上科学课的时候 也有人是斯坦福的 就很自然的把斯坦福的杯子 那个水瓶拿出来喝水 大家没有觉得是什么 可能这样的文化放在了国内 就会有一点你在show off的感觉 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对错之分 只是说在不同的场合 我们要有一种审时夺势的能力 那么渐渐的在职场当中 我们会发现 越是那种位高权重 说话有分量的人 他就越是低调 像最后的那个销率 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我们的 萨贝尼和萨老师 我觉得他真的太搞笑了 我在节目当中看到他的时候 就觉得他是加油团的团宠 他就是凡尔赛王子的典范 如果你看过萨贝尼老师的履历 你就知道 我还要跟你们这群要考试的人 在一起怎样 我觉得太烦了简直 但是你看他就非常的接地气 就是给人很有亲和力的感觉 又不会让你觉得他有任何的架子 我很想成为这样的人 奈何我年轻的时候 就是像王乔一样 年轻气盛 凡尔赛小公主就是我 总是喜欢在人面前去表现 所以给人一种很浮夸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自己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渐渐的你会从别人的一些反馈当中 虽然别人会很欣赏你赞美你 可是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尴尬 你也很难会跟别人真的去打成一片 所以渐渐的会找到自己的定位说 好像我那个时候不应该这样做 当你脱缓了以后 摘掉了斯坦福的这个label 别人就会更加的亲近你 所以对我们这种职场新人 尤其是年轻的老师而言 多看多听多去思考 可能比急于的表达观点 想在别人面前证明什么的 这个想法更加的有说服力一些 第十个要献给丁辉 我的背水辉 我的一男平 当时他被淘汰的时候 朱渝轩在哭我就在哭 他哭了多久我就哭了多久 真的是好难过 我很难想象一个 基本上是我的同龄人 去背水一战的感觉 就是抛弃之前的所有 我为了拿到一个offer 可能在我的阅历上 简历上甚至学历上都不如 其他的这些95后的情况下 还要去跟他们去竞争offer 这是一个多难能可贵的勇气 而且我并不觉得 他是不经思考的一个决定 他一定是想好了 接下来的人生路要怎样走 勇气可嘉 真的给他点赞 所以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老大哥的 这个角色 他去那么包容朱渝轩 所以在真实的职场当中 我也希望我能像丁辉一样 去给新人有效的职场意见 并且他的说话就是又直接 又不会让你觉得被冒犯到 我这是一个很好的说话的尺度 那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十个职场启示了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 令人心动的offer 二欢迎你去看一看 它不光是一档职场观察类节目 甚至就是加油团的很多讨论 我觉得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而且它还是一个很好的普法节目 什么学生网贷啊 这种中介租房的坑啊 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觉得是一档非常优秀的综艺节目 在今天这期视频最后呢 有一个抽奖环节 就是我之前发的那期 YouTuber幕后故事大公开 1000订阅的粉丝答谢 那么我会把这四张纸呢 剪成14个小方块 并且在上面写1到14的数字 我抽到哪一个数字 就是从1往下数的第几个 如果你发了两条或者三条 不好意思那样只算一条哦 获奖的是这位观众 我会给你留言 然后给你15刀的 Teachers Pay Teacher Gift Card 谢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你收看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